大家好,我是小凯 今天这期课呢,我来给大家讲一下 怎么在图形里面去填充一块区域 也就是把一块区域给它上色 就比如说在这个例子当中 我们这里有两个三角函数的一个曲线 然后呢,但是它这个里面呢 是被我们填充的颜色 填充的红色,还有填充的蓝色 然后今天呢,我们就来讲一下 在MatePlusNib里面怎么去操作 这个填充的一个过程 做这个颜色填充呢,有两个函数 一个是Fail函数,一个是FailBetween函数 今天这两个函数我们都会分别的讲一下 好,我们首先呢,先去对着 是先实现这个函数 实现这一个效果 首先呢,我们要生成一个 两条三角函数的曲线 y1等于np.sin y2等于np.sin 2乘以x 这样的话,这两条曲线的周期就是不一样的 我们先把这两条曲线画出来看一下 好,这个是我们生成的两条曲线 现在我们要对它进行一个填充 填充的话,我们首先先用Fail函数 PltFail函数 然后呢,第一个是Y1 然后呢,把它Fail成Blue 蓝色 然后第二个是 红色 好,我们再运行一下 好,这个就是我们填出来的 填充出来的一个效果图 然后我们发现跟这个还是区别比较大 有几个地方 首先,我们把它拉大一下看一下啊 首先第一个地方呢,就是 比如说这个红色的区域 我们可以看到它外边缘呢 实际上还是有一条绿色的线的 还是一条绿色的线的 这个绿色的线呢 就是我们这里plot出来的 所以说我们需要把这个plot的这个线呢 给删掉 好,我们再运行一下 好,然后呢 第二个事情呢,就是 我们由于我们第二个画的是红色 第二个填充的是红色 所以当这个红色填充上去之后 它会把蓝色的给覆盖掉 给覆盖掉 然后为了显示出这个蓝色和红色 都能够同时显示出来了 我们需要给它一个透明度 给它一个透明度 这样的话,我在这里加上一个透明度 0.3 0.3 好,我们再运行一下 好,这个时候我们画出来的这个效果 图就跟这个是一样的了 当然我们可以发现啊 就是用这个fuel函数的话 它其实填充的 这根曲线 这根线和 x轴 它们之间的一个区域 一个区域 但是有时候呢 我们并不仅仅只想填充这个 曲线跟x轴的区域 有时候我们还想填充两根曲线 之间的一个区域 之间的一个区域 比如说我这两条线 我们要填充这两条线之间的区域 应该怎么办呢 它有一个函数是fuel between 然后我们也来尝试一下 用一下fuel between 当然这个fuel between 要稍微复杂一点 在这里呢 我们用面向对象的方式来使用fuel between 前面 因为前面我们是用的是plt的方式 实际上 用fuel函数呢 也可以用面向对象的 但是我们分别使用一下 好我们先把这个给删掉 两个曲线都不都不变 我们直接fuel between 首先我们先生成一个图 然后得到现在的坐标轴 先把这两条线画出来 我们先把这两条线画出来看一下 首先我们先画出你这两条线 然后呢 我们要在这两条线当中呢 也就是比如说这个区域 这个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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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去填充怎么办 我们用fuel between函数 首先xc y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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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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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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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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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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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对它填充一个黄色 这样看起来就比较明显了 然后现在呢 我们想要对比如说我这个蓝色的线在上面的话 我把它填充成绿色 然后如果我这红色的线在上面的话 我把它填充为黄色 怎么办呢 它实际上在这个地方呢 它有一个条件表达式 有个表达式 它可以用where等于 比如说我要y1大于y2 y1大于y2 就当y1大于y2的时候 也就是红色的线在上面的时候 我把它填充为黄色 我们再看一下 好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个地方呢 当红色的线在上面的时候 它把它填充为黄色 然后当蓝色在红色的线上面的时候呢 我是不会不做填充的 当然我们要把另外一块补起来 当蓝色在上面的时候 我们要把它填充为绿色 这叫个等号 grain 好我们再看一下 好 这个就是我们填充出来的一个效果 那其实还有一个参数也很有用 我们在这里 把这个x的值调小一点 就调稀疏一点 我们来用一下这个参数 我们先看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 当我们把x调小的时候 因为由于在这个里面 实际上它的x坐标呢 是一个离散 它并不是一个连续的 所以说呢 它有的地方可能并没有一个x值的存在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方 它是空白的 这是空白的 因为在这个地方它没有x x是离散的 那怎么办呢 像碰到这种情况 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它其实提供了一个参数 叫做interplate 就是当你把这个参数变为true的时候 它会自动的把空白的地方给填充起来 我们运行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个地方它就填充起来了 所以它填充的原理是什么 它填充的原理就是说 因为我要填充y1跟y2 所以说它会自动的去 求出y1跟y2的一个交叉点的一个具体的坐标值 然后呢 对它进行一个精确的填充 只要在这个交叉值附近的两边的都进行一个精确的填充 就不管是x它有没有存在于这个 这个离散的一个点上 我都会对它进行一个填充 好 这个就是今天讲的两种 一种是fill 一种是fill between的用法 今天的作业呢 就是大家也把这两种方法都尝试一下 可以填充不同的颜色 填充不同的颜色 试一下 好 今天的课程到这里就结束了 谢谢大家